每一年7月1日對於我來說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生日 同時是我們回歸祖國的第一日 我小時候對七月的感覺就是他在隔離 19年之後就會記得是一個人民重新奪回立法會的一天 我小時候在1997年出生的 我覺得我是一個香港人 五月四日 原來中央沒有想過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那一刻你覺得真的很失望 可能就更加確立自己香港人 2019年是一個實踐 實踐自己香港人的身份 作為香港人應該為這個地方做什麼 付出什麼的行動 3 2 1 我是劉鶴年 是97年出生的 我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真的要反思到中國人的新聞 其實就是2012年國民教育事件 千倍洗腦教育 還我獨立思考 那時候開始想 究竟國民教育有什麼問題 因為屬自己的國家歷史 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去到2014年佔中 就留意了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感覺上很想把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去角列 那時候就真的開始去想 究竟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什麼 看回歸這25年 我覺得其實一直都未解決到人心回歸這個問題 去推行國民教育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作用 其實如果給予更多的機會 去令年青人熟讀 或者知道中國的歷史 我覺得對於他們了解中國的過去 都有一定的幫助 讓他們知道其實 內地的發展已經不是以前 已經是很進步 甚至有些範疇是超越了香港 我覺得外國不應該是雙向的 你愛國家 那你就是南東國家 外國不應該回來 始終都會看學生自己對於不同資訊的接受 都看到可能 暫時網上的資訊都未完全禁止了 在國內都會傳出很多負面的新聞出來 我想下一代都會有學生 下一輩會意識到 中共中國的黑暗面 不是只有正面的那一面 中國人是一個國民身份 而我們香港 即是中國香港人這個身份 同時都是一個城市的公民身份 所以既是中國人 既是中國香港人 沒有分別 我覺得是沒有衝突的 我覺得香港是我的家 很想為這裡的人繼續付出 幫他們一起走 去經歷這條難走的路